菲律宾马尼拉房价一路飙升,其幕后推手竟然是中国人。 自2018年1月以来,菲律宾马尼拉房地产市场盛况空前, 大部分新盘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高达30%,部分核心区域涨幅甚至更高, 直线飙升的房价令人咋舌。 这几年随着菲律宾经济的发展,其首都马尼拉以及周边地区人口日益增多。 在人口数量以及经济总量的聚增情况下,马尼拉可开发的土地资源有限, 使得原本土地紧张的马尼拉土地价格一路走高, 核心区域土地价格涨幅更高达100%, 土地价格的攀涨导致开发成本上涨,房价自然水涨船高, 马尼拉房价的飙升是多种因素综合制约的结果。 随着菲律宾经济起飞,国民薪资所的也跟着提高, 加上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人口红利, 几年后随着这些年轻人口成家立业, 才是菲律宾房产市场最蓬勃的时候。